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凭呢 说高不高啊 但也不能说特别的低 跟现在不一样 你说现在好比说我吧 本科学历 拿个大学文凭一出去 你什么文凭啊 本科这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是吧 反正那时候呢 这王立芬的父母连托人带找关系 就给他找到了一个食品站的工作 那时候啊 各个区的食品站 这算是国企啊 那是挺好的单位 王立芬呢 就成了福陵区食品站的一个职工了 王立芬这个人呢 从小特别乖巧 老实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眼瞅着也快二十来岁了 父母呢 就也开始着急了 哎呀 得找个对象 得赶紧嫁人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在过去来说 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观念 可是呢 王立芬这人呢 找对象的时候 挺兴高气傲的 一般的呢 还真是看不上眼 上门说亲的没人 还真是不少 可是他都不愿意 这么着 年纪越来越大 爹妈呀 可是愁坏了 哎呀 这都二十多了 再嫁不出去 这可怎么办呢 啊 最后 还是经过自己小姨的介绍 王立芬就认识了比他大三岁的一个男的 叫杜君 杜君这小伙子 长得挺俊俏啊 高大 威猛 帅气 可是 没什么大本事 一开始呢 王立芬呢 心里边也犯嘀咕 要看长相吧 处处对象倒行 可是看他这个举止吧 看他这个能力吧 又不太愿意 他不愿意 家里人愿意呀 为了让自己爹妈呀 高兴一点 他呢 也就应付着 反正一来二去的 俩人的慢慢的也就聊到一起去了 这杜君呢 一看 哟 这立芬这是对我有意思呀 啊 这可就更殷勤了 杜君为了能够把这大美人抱回家里边 可以说对王立芬是言听计从 只要是逢年过节 拎着东西啊 就到王立芬家里边 自己去了呢 也不当自己是外人 跟王立芬的父母啊 是又陪着聊天啊 又在那帮忙干活 他这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什么回报啊 王立芬的父母可喜欢上他了 小芬啊 我看杜君这小伙子不错 长得帅气的男孩不少 可是喜欢干家务活的难找啊 适合以后过日子 经过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 王立芬呢 对杜君的态度啊 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 甚至后来有点依赖杜君了 就这么着 俩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融洽 男女之间的那点感情也就有了 1987年 两个人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之下 正式登记结婚 这一结了婚可就是一家人了 接下来过的可就是一家日子了 为了过上幸福的小日子 婚前从来不干家务活的王立芬 这回啊 也放下架子了 为这小家忙里忙外 工作上踏实认真 到了家里边也是吃苦耐劳 杜君的表现呢 也挺让王立芬高兴啊 在外边工作的也挺好 只要一拿着工资嘛 总给王立芬带回家去 你啊 收着 以后咱们有了积蓄 做点小生意 咱们自己当老板 俩人这小日子过的是有希望 有盼头 可是 好景不长 结婚之后没多久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杜君呢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赌博这玩意儿就是 你在玩之前 我就想着我绝不会碰这个东西 哎呀 你看那些赌得倾家荡产的人怎么那么傻呀 我哪怕玩玩 我绝对不会沉迷于此 可真一玩上就不一样了 夫妻俩为这事啊 整天的吵架 有时候王立芬也想过 我还跟他过什么日子呀 散了就得了 可是 没办法 尽管看见丈夫杜君整天围着赌桌转 但是啊 现在已经怀上杜君的孩子了 杜君呢 尽管毛病没改 但是人道歉 勤快呀 啊 每回一吵架呀 李芬的 我再也不玩了 我对不起你 原谅我吧 每回这么一说 王立芬呢 也就原谅他了 这么着 这日子呀 一天天的过下去 这杜君这赌博的习惯啊 也是一会儿也没改 一转眼 就到了1999年了 在时代大背景之下 过去的那些什么食品站的 供销站的 都赶不下去了 食品站裁员 王立芬呢 就下了岗了 王立芬这一下岗 可就没有工作收入了呀 他倒是也不气馁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不就丢了一份工作嘛 咱呢 出去照样能够养活自己 出去四处打零工 这时候啊 问题最大的还是杜君 杜君赌了这么多年 那是适赌成性 什么媳妇 什么孩子 什么也顾不上了 就是顾得上赌博 不光自己把自己积蓄给输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那你自己还不上人那些债主 就去找王立芬去呀 今天你上门要赌债 明天他上门要赌债 这日子还过得了吗 几番折腾下来 原本挺幸福的小家庭 现在啊 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说杜君啊 你十读九书 你为什么不好好工作 安心过日子呢 王立芬眼瞅着这家就要塌了 只能是委屈的 对丈夫好言相劝 你懂什么呀 赌的是命运 知道吗 要赌就别老想着赢 你放心吧 命运总有一天会垂青我的 嘿 这时候啊 杜君已经不道歉了 不跟过去似的 立芬啊 你原谅我吧 没有了 啊 我这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一定能在赌桌上实现人生逆袭 他现在是走火入魔呀 王立芬呢 也没办法 后来一想 杜君呢 他原来是爱我的 他是重视我的 这么着吧 我使一招 杀手锏 什么杀手锏呢 故意冷落杜君 你再赌吗 我不搭理你 这要放到往常 杜君就害怕了 就紧张了 我这 放心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只要别生气就行 可这一回啊 嘿 你爱搭理不搭理呗 不是我回去 你不愿意搭理我吗 行啊 我不回去了 杜君开始夜不归宿啊 之前呢 是很单纯的喜欢赌博 现在又加上一条赌博加酗酒 有时候三晶半夜一回到家是醉得一塌糊涂 回去之后对王立芬是呼来喝去啊 这喝醉了酒的人胆子都大呀 是吧 喝酒之前恨不得天下都是我老子 喝酒之后那我是全天下的老子啊 可能很多人有这种感受 是吧 王立芬呢 稍微说点什么 那杜君对着他就是拳打脚踢呀 一点夫妻情分也不顾忌了 王立芬呢 就因为想着有孩子 为了孩子说什么 这日子也得过下去 一直到了2005年 儿子终于是长大成人了 这一回啊 杜君对他又是拳打脚踢啊 王立芬一看得了吧 我原来为了孩子我都忍了 这回啊 我不忍了 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 最终经过法院判决 王立芬终于结束了这段婚姻生活 离婚以后呢 孩子呀 是归丈夫抚养 王立芬呢 虽然舍不得孩子 但是啊 终于啊 不用天天看见杜君了 也就是看望孩子的时候 才跟杜君偶尔的碰上一面 王立芬原本以为跟杜君离了婚了 我这美好新生活就开始了啊 可是现实残酷的告诉他 同志 你想多了 王立芬离婚之后不久 在一家水果店找了一份工作 当营业员 他呢 没有杜君的纠缠 自己呢 也有一份不算高 但是养活自己没问题的收入 那挺好嘛 每天过得挺充实 由于工作勤勤恳恳 工作得很出色 老板呢 对他也是赞赏有加 也考虑到一个女人生活不容易 总是想着法子的帮助他 闲着没事的时候呢 俩人也一块聊聊天 这水果店老板呢 叫刘明 刘明啊 其实生活也不是顺风顺水 原来呢 家庭挺幸福挺美满 后来妻子啊 就病死了 好几年的时间 甭管别人怎么介绍怎么劝啊 他都走不出来失去妻子的这种阴影 所以尽管说水果店生意还不错 生活呢 也挺富裕 但是一直没有娶妻生子 这一回看见王立芬勤勤恳恳 人呢 确实不错 俩人呢 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经常有交流 一来二去 俩人慢慢的就到了一起了 转眼就到了06年秋天了 王立芬离婚也一年多了 在刘明的追求之下 王立芬呢 就接受了这段感情 俩人呢 也就开始计划结婚的事 商量在07年春节举行婚礼 王立芬想的挺好 我这嫁给一个对家庭负责任的好丈夫 以后我这幸福日子可就来了 可是这一天呢 下班回家的时候 他发现 同志 我又想多了呀 哈哈 怎么呢 在家门口 有人等着他呢 谁呀 杜军 王立芬这一看杜军呢 都不成样子了 因为杜军是债台高筑 欠了一屁股债 整天的借酒消愁 拉里拉遢 本来王立芬呢 还挺替他感觉可怜 可这时候杜军一张嘴 王立芬那点怜悯之情是一点也没有了 恭喜啊 你要结婚了 哎 你过上好日子了 可不能忘了曾经和你同甘共苦的我呀 给我五千块钱 解决一下温饱吧 说的是吊儿郎当 杜军 你这个无赖 现在还有脸找我要钱 我和你还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忘了啊 咱们还有个孩子呢 要是把我惹不高兴了 我就把你这婚事给搅黄了 你信不信 这杜军呢 离婚之后啊 那赌的更厉害了 欠的债是更多了 他呢 因为整天忙着赌 也没工夫纠缠王立芬 可是债越来越多日子过不上去了 原来还没离婚的时候吧 王立芬还经常帮着还点 这一离婚了 没人帮他还呢 输得一塌糊涂的杜军 偶然之间 听说王立芬要结婚了 怀恨在心的他 决定来找王立芬呢 敲一笔竹杠 王立芬一看见杜军这样子 给他气的呀 可是也没办法 最终呢 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 把辛苦攒下来的五千块钱的积蓄 就交给他了 在王立芬的一再要求之下 杜军呢 也信誓旦旦的说 你放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绝对不骚扰你了 可这事啊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杜军呢 就这么着 隔三差五的 就来找王立芬要钱 很快 把王立芬所有的积蓄 就都挥霍光了 为了自己的新生活 王立芬呢 甚至把刘明交给他的办婚礼的钱 也拿给杜军了 不久之后 刘明也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气冲冲的 拉着王立芬 找杜军算账去了 一个未婚夫 一个前夫 见面之后 您就琢磨吧 好得了吗 俩人没说两句话 可就打了一块去了 最后在民警的劝解之下 这才拉开 知道实情的刘明啊 不仅没责怪王立芬 反而对他更体贴 更照顾他了 在刘明的保护之下 王立芬确实有一阵子 没受到杜军的骚扰了 可是 就在他们准备举行婚礼的前一个周末 刘明莫名其妙的 被人打成了重伤 住进了医院 当天晚上王立芬回家呀 说做点晚饭 给刘明送回去 可是 一到家门口 就发现杜军在那守着呢 这回杜军不是来要钱的 就给留下一句话 王立芬 你个丑娘们 不要以为 傍上个有钱的汉子 你就能逃出我的五指山 以后他们有你们好受的 说完就走了 听完这句话 王立芬呢 当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坍塌了 啊 整个内心都崩溃了呀 怎么我都离了婚了 我还逃不过他的魔爪呢 当天晚上 王立芬是强激笑容啊 整理好心情 回到医院陪刘明去了 不过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王立芬决定离开刘明 他不忍心 这个好男人 因为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就这么着 刘明伤好之后 王立芬鼓起勇气 就跟他提出了分手 这第二份爱情啊 也就这么无果而终 王立芬够善良了吧 够忍让了吧 可杜军呢 变本加厉 蹬鼻子上脸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王立芬呢 又有那么一两段感情 最后啊 都让这杜军给搅和黄了 在这种前提之下吧 王立芬脑海之中 有一天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我只有杀了杜军 我才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呀 可是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 行凶作案 想都不敢想啊 用普通的方式勒死他 砍死他 砸死他 太血腥了 下不了手 又不认识这方面的朋友 那怎么办呢 王立芬突然想起来 对呀 杜军不是喜欢喝酒吗 那我从这方面下手啊 2009年4月中旬 他找人也打听 说一般的健康人每一个小时 肝脏的解毒功能 只能排解30毫升的酒精 换句话说 一斤50度的白酒 起码得8个小时才能排解完 如果短时间内大量喝酒 酒精停留在体内 就会引起酒精中毒 轻则伤身 重则夺命啊 想到杜军酗酒如命 得嘞 我呀 用酒 我醉死他 王立芬敲定方案之后 就开始准备工作了 为了万无一失 各种查资料啊 由于跟前夫呢 一直有矛盾 所以自己呀 也不方便出面 那么到底该用谁 来扮演这个杀手呢 王立芬 仔细的把身边 能信得过的朋友 都筛选了一遍 最后锁定了自己的两个朋友 一个叫魏灵 一个叫魏秦 这俩人呢 是姐妹 同时呢 也是王立芬离婚之后认识的好朋友 平时王立芬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都会跟他们说 俩人对杜军的行为呢 也很不满 俩人呢 多次就跟王立芬说 立芬呢 我们出面 为你出这口恶气 09年5月初 王立芬就把魏灵魏秦 就约出来了 在一个小餐馆里边 仨人一阵推杯换盏啊 随后王立芬突然严肃起来了 你们两个 是我最好的姐妹了 现在只有你们 才能帮我呀 随后就把这计划 说出来了 打算呢 让他们俩把杜军约出来 然后用酒醉死杜军 立芬啊 咱们是好姐妹啊 你有难处 我们肯定会帮你的 哪怕帮你揍他一顿也行啊 但让我们去杀人 我们没那个胆子呀 杜军是什么人呢 你们打得过他吗 就算让他受点教训 又能改变什么呢 王立芬是一边哭着 一边说他这计划 好姐妹 杜军是做保险业务的 我们可以利用工作借口 把他约出来之后 神不知鬼不觉的灌醉了他 直到他酒精中毒 魏灵和魏秦 知道王立芬的苦 但也知道杀人的后果 因此当时呢 也没答应 直到后来有一次聚会 三个人又提起了杜军 又提起了那个杀人计划 魏灵跟魏秦呢 琢磨来琢磨去 最终还是决定帮王立芬 把杜军除掉 就这么着 王立芬随后把杜军的手机号 告诉魏灵了 并且给他300块钱 购买作案用的手机卡 和杜军联系 6月28号上午 王立芬找到魏灵 让他当天实施作案 并且给他800块钱 作为喝酒的开销 下午5点左右 魏灵啊 就按照王立芬给他的电话 拨通了杜军的手机 喂 杜先生吗 我想给父母购买保险 想咨询一些细节问题 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有空出来面谈呢 杜军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没有接着单子 这家伙总算能来钱了 又够我赌博的了 高兴的呀 行行行行 面谈面谈 杜军挂掉电话之后 就兴高载烈的 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见面了 没过多长时间 魏灵魏秦也开车赶到了这个地方 最后啊 他们决定到距离福陵城区 三十公里外的白铃镇的一个农家乐吃饭 当他们到农家乐以后 天色也晚下来了 两个美女在旁边不断的攻围着 杜军也战战自喜啊 你看我年轻时候长得帅 现在也魅力不减的 是吧 你看这俩美女 围着我转来转去的啊 吃饭的时候啊 杜军呢 主动点了三十八度的禁酒 就那种药酒 准备喝个痛快 可是 杜军的酒量 远远超过魏灵和魏秦 哪人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呀 虽然 魏灵魏秦是有备而来 可酒桌上 那也得甘拜下风 几个回合下来 一看不行 招架不住了 所以魏灵又搬来一个旧兵 叫陆涛 陆涛呢 因为工作关系总陪客户喝酒 这个人可是酒量惊人 随着陆涛的加入 杜军呢 在三个人的盛情之下啊 很快一个人就喝下了两斤多的禁酒 醉的是一塌糊涂 魏灵和魏秦 随后把陆涛打发走了 把杜军呢 扶上了车 然后俩人按照计划 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杜军 拉到农家乐附近的一个公路边的水沟里 就扔那了 然后开车就走了 6月29号上午 附近一个农民 发现了水沟里的杜军 怎么喊都没反应 就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确定杜军已经死亡多时 经过法医鉴定 杜军是酒精中毒死亡 警方经过分析之后认为 这是一起谋杀案 于是把当天和杜军一起喝酒的人 锁定为了嫌疑人 7月3号 就在警方还搜集证据的时候 王立芬呢 因为良心不安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并且如实交代了作案事实 随后魏灵和魏秦姐妹 也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当年11月23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因为陆涛啊 是被邀请过去喝酒的 人就以为是一般的朋友聚会 人也没多想 所以检方呢 没有指控他 而王立芬 魏灵和魏秦 故意预谋用酒精杀人之后 采取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涉嫌故意杀人 在庭审过程之中 王立芬的辩护律师认为 杜军呢 作为被害人有一定的过错 此案是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 不同于一般的暴力 故意杀人案件 再加上王立芬有自首行为 主观恶性不深 社会危害性不大 所以请求法院从轻处理 在审判之中 杜军的家属表现的态度也不一样 杜军的母亲 以及杜军的兄妹都认为 杜军生前确实对不起人家王立芬 愿意谅解王立芬请求法院 从轻处罚 而杜军和王立芬的孩子呢 在开庭之前向法庭递交了 刑事附带民事索赔 要求包括他母亲在内的三个被告 共同赔偿三十多万 后来又当庭变更为了六万元 2009年12月21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判处王立芬 魏秦魏灵 犯故意杀人罪 由于案发之后 主犯投案自首 最后法院 鉴于三名被告 认罪态度良好 并且有自首情节 对他们酌情从轻处罚 王立芬 魏秦魏灵三人 分别被判处十年 七年和六年 有期徒刑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我个人呢 一直认为在所有案件之中 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 相互残害 家人之间的这种血腥的残杀 是最令人唏嘘不已的 也是最让人感觉到悲痛 并且是无力的 前几天节目呢 咱们讲述了一桩 一个女孩亲手杀死了 她相依为命的姥姥的案件 那么今天呢 咱们呢 来说一起 复杀子的案件 2010年圣诞节这天 西安市临同区的一个农村老汉 故人呢 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活活打死了 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虎毒不食子 在我们说过的那么多起亲人之间发生的残杀案里面 很多都是晚辈杀害长辈 而长辈杀害晚辈的确不多见 那么这个家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人间悲剧 这个老汉又怎么能够轻易的故兄来杀自己的儿子呢 咱们呢 从头来说说 2010年的时候 刘兴武老汉呢 是61岁 是西安市临同区 杭者接办西河村人 30年之前呢 他的儿子刘江涛五岁的时候 刘兴武的媳妇离家出走了 刘兴武啊 一直没有再娶 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 一把屎一把尿 独自把孩子就拉扯大了 说一个大老爷们 要独自一个人 把一个五六岁的儿子拉扯大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所有的孩儿他爹们啊 可以想想 你家的宝宝 在孩儿他妈有事的时候 让你一个人戴上 那么一会儿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别说把他拉扯大呀 就戴上那么一天半天 都是有苦说不出啊 太煎熬了 可是刘兴武啊 把儿子呢 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生怕儿子吃亏 对他就没有那么疼 那么爱的了 这期间呢 也有人给他说过媳妇 可是一想到儿子 要有个后妈 他就不能接受 他就总琢磨着 你看别的那些离异家庭啊 孩子有个后爹 有个后妈 日子过的是多难呢 不行 我不能让我儿子过这种日子 儿子上学的时候呢 刘兴武呢 常常要先下地干活 再回家做饭 饭做好之后 再骑车子到学校 接儿子回家吃饭 晚上儿子睡着了 他再给儿子缝缝补补 洗洗涮涮 刘兴武啊 就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 除了地理的活 就是拉架子车 给人拉大粪 拉这一桶啊 是七八块钱啊 那么他这一天呢 来回拉三四趟 这些年呢 他的日子 可以说是过得比和尚 都更加的清苦 可是啊 他对儿子非常的上心 儿子刘江涛 打小呢 就特别的聪明 而且懂事 从上学开始啊 这孩子呢 成绩就好 每回开家长会 刘兴武呢 都能听到老师 对刘江涛的大家赞赏 每回到这时候 刘兴武这心里边就觉得 再苦再累 哎 养这么好一儿子 都值了 江涛呢 不打架 不骂人 踏踏实实的学习 在外边从来不惹是生非 可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不爱说话 特别的内向 后来呢 据他吴婶说啊 说从他呀 嫁到这家的时候算起 他差不多从来没见过 江涛脸上露出过笑容 心事重 江涛这孩子呢 还特别勤快 平时一放学呀 就经常到地里边 帮着刘兴武干活 包括干农活 这孩子一看就会 干的是有模有样 有一回呢 刘兴武夜里发烧 躺在床上动弹不了了 哎呦 难受的都不行了 十岁的江涛自己爬起来 敲开了村上小诊所的门 给他的爸爸呀 买回来了退烧药 并且按照大夫的嘱咐 给刘兴武盖上被子 在那捂汗 结果第二天一早 刘兴武的烧就退了 这刘兴武心里边啊 美滋滋的 别看生病了 你看儿子这么点 就知道照顾我了 有时候刘兴武夜里边呢 辗转反侧睡不着 那么睡在他脚下的儿子 这时候就会安慰他 爸好好睡 甭胡想啊 总之啊 有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儿子在身边 刘兴武就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可谁知道 到了高二的时候 江涛突然就不想上学了 他迷恋上了杨家将之类的评书 上课呢 在那儿画娃娃 应该跟现在大伙很多 上着班的时候迷恋听喜马拉雅的情况差不多 再到后来啊 一到上学时间 刘兴武是十遍八遍的都叫不起来江涛 江涛呢 还口口声声的说 上学有啥用啊 有一回上学时候 看见江涛啊 在街道上乱逛 刘兴武忍不住了 好啊 你不好好的上课 你乱逛什么呀 上去就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 但是刘江涛并没有能够重新成为一名好学生 后来据刘江涛的六叔说 江涛啊 可能在高二的时候 看上了班上一个家境很好的女生 并且因此受到了刺激 高二暑假 刘江涛呢 说是去打工 离家出走了 刘兴武跟丢了魂似的 哎呀 我儿子去哪了呀 一天天的骑着车子到处找他 能打听的地方都跑遍了 也没有一点音讯 是天天找 越越找 找了整整一年 一年之后 又一个夏天 有一天别人呢 告诉刘兴武 说我在这个城区街道上啊 我看见了江涛了 状态不太好 衣服很脏 目光显得很呆滞 啊 是吗 在哪啊 快点我去看看 刘兴武赶快赶过去 结果在临同区妇幼医院西边一个电线杆子底下找见了儿子 那他这一年去哪了呢 原来啊一年之前刘江涛被人拐骗到了山西的一个黑砖窑里边做苦力 一分钱的工钱都没挣到 还常常要挨监工的三脚皮带的抽打 有想逃跑的工友啊 甚至被活活的打死了 当年在一些黑煤矿黑砖窑里边这样的情况很多啊 包括我们在很早之前啊 在节目里也讲过 盲警那样几期节目就是类似的事情了 关于刘江涛最后如何逃出黑砖窑回来 刘兴武呢和他的六弟说法不一样 刘兴武是说呀 当地派出所呢 最终接到报案 摧毁了黑砖窑 把江涛和一些工友解救出来 并且给了他40块钱 让他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了临同 而刘兴武的六弟说 江涛是自己逃出来的 然后爬上了一辆拉煤的火车回来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江涛啊是回来了 可是回来之后的江涛 像是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似的 如果说以前只是内向的话 那么在这之后 他就变得开始封闭起来 不再和以前那些要好的同学来往了 也很少出门 家里的活呢 什么也不干了 怕他一个人呢 在家闷出毛病来 刘兴武呢 给他在坝桥的柳巷找了一个生产米线的作坊 让他去上班去 他给人家呢 卖米线 反正五六年的时间吧 都是断断续续的去一去 说今天愿意去了 就干上几天 哪天不愿意去了就走了 其实刘兴武从小教育儿子的方式方法啊 跟很多特别传统的家长是一样的 不听话啊 就是拳脚相加 可是有一天呢 刘兴武发现 儿子可以跟他对打了 而且呢 他根本就打不过儿子 因为他已经老了 儿子正当年呢 从七八年前开始 其实 江涛呢 就已经开始打他罢了 刘兴武啊 都让儿子给打怕了 遇到事呢 只能是一忍再忍 2010年12月23号 一大清早 老刘呢 就起床了 起床以后啊 想去把刚换下来的那身衣服给洗了 这些天呢 村子里边有人盖房 他去给人家帮忙去了 一天挣八十块钱 活呢 一共干了十来天 算是告一段落了 挣了那么千把块钱 所以老刘啊 就想着把那丧衣服赶紧洗干净了 老刘呢 是个当过兵的人 军旅生涯呀 让他养成了爱干净爱整齐的习惯 他家院子总是扫的光光溜溜的 踩上去恨不得能看见脚印 但是他儿子刘香涛一米八几的大个头 在家什么也不干 大多数时候呢 就在家里边睡大觉 是饭来张口一来伸手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呀 老刘还不敢说他 只要说他吧 只要有点牢骚吧 江涛对他是说骂就骂 说打就打 儿子已经成了老刘的克星了 老刘啊 根本就惹不起他 他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从小那么乖巧 懂事的儿子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就这天一大清早 老刘呢 准备洗衣服的时候 刘江涛肚子饿了 直接就跟老刘说了 你去买两把挂面去 家里没别人啊 他连爸都不用叫啊 直接一说话 刘兴武准知道是跟自己说话呢 刘兴武呢 就跟江涛说 有挂面呢 还有两把呢 他就把挂面呢 找出来 摆在了江涛的眼皮子底下 你给我把面条下了 一听儿子这话 老刘也火了 我说江涛 我要洗衣裳 你自己下 这一下子 算是又捅了马蜂窝了 按理说 不就普普通通一句话吗 可江涛听不下去了 直接就跟老刘说 老东西 我看你下不下 刘江涛啊 劈头盖脸的 把他爸又打了一顿 刘兴武血流满面的 夺门而逃 在外头躲了一天之后 再回到家里 刘兴武这心呢 算是凉透了 刘兴武不仅砸了窗户玻璃 还把刘兴武的被子扔在了地上 把家里的电视机也给砸了 这可是家里最值钱的电器啊 是刘兴武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干活累了没别的消遣方式 就是看看电视啊 砸了电视机 多值钱的物件啊 还让不让老刘活下去了 你说能不生气吗 12月24号的时候 西安呢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不算大 但是农村呢 显得特别的冷 毕竟没有暖气 待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边 还得提防着随时可能再发飙的刘江涛 刘兴武啊 是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辗转反侧 左思右想 这时候他脑子里边冒出一个念头 而正是这个念头 才导致了我们开头所说的人间悲剧 咱们今天节目呢继续讲述陕西临桐复杀子案 上一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刘兴武和刘江涛这一对父子呢 闹了矛盾了 就因为一把挂面的事啊 刘江涛是把窗户也砸了 把这个电视机也摔了 还把刘兴武呢给揍了一顿 还赶上啊 这一天呢下大雪冷的不行不行的 哎呦刘兴武啊 大晚上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 就在这一晚上刘兴武有了一个念头 他琢磨着 我呀得找个人把儿子的两条腿打残了 让他以后不能再打我了 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 我宁愿养他一辈子 刘兴武所在的村子 离林同城区呢不算远 要是骑自行车啊一会就到 25号中午12点多 他呢来到了林同城区北环路和大庆路的十字路口 这儿有一个老五市场 刘兴武干嘛去了 雇人去了 一去了 大伙都上来问 老哥干点什么呀 是盖房子呀啊 还是粉刷粉刷墙面啊 还是弄什么呀 呃不干什么 我呢就想顾个人呢 把我儿子两条腿给打折了 怎么怎么着 他把儿子腿打折 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一听老刘这么一说呀 大伙谁都不愿意 都躲着他 一转过身来还有人笑话他呢 说这老头脑子有病吧 啊 花钱雇人 把自个儿子的腿给打折了 可这时候有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跟他搭话了 啊 我听见你说要干什么了 你给多少钱呢 这个人呢 个子不高 但是长得很结实 长着一张大嘴啊 老刘呢 开价就是五百块 这个汉子说了五百不行 你这个是打人啊 最起码一千块钱 刘兴武这时候啊 一口就答应下来 走 咱们呢 边走边说 他呢 就把这个汉子往家里边领 路上又开始讨价还价 哎呀 一千太多了 你看我就平时种种地 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再便宜点 便宜不了了 最低价的 哎便宜点便宜点 这么着 这个汉子呢 就把价钱呢 降低到了八百块钱 老刘呢也没说是愿意 也没说是不愿意 反正老刘领着这个汉子呀 就到了自己家门口了 当时呢 是下午两点多 这个时候啊 江涛正在自己房间睡觉呢 入冬以来 他差不多是整天都待在床上 刘兴武呢 就把儿子的房门推开了 江涛啊 就听见他爸身后还有人 就跳下床 从房里出来了 守在门外的汉子 当头就给了江涛一棍子 你谁呀 你干什么打我呀 凭什么跑我家来打我呀 刘江涛虽然瘦 但毕竟一米八几呢 而刘兴武请来的这人呢 只有一米六几 江涛头上都流出血来了 可他反应迅速 已经夺过了棍子 开始追着这个汉子打呀 哎呀 可把这中年汉子弄得狼狈极了 你就说让我打儿子 你没告诉我你儿子这么厉害呀 汉子是慌慌张张的逃到了后院 一眼看见院子东南角呢 有一个双尘的绝头 汉子抡起了绝头 和江涛就对打开了 结果呀一下子就招呼到了江涛的腿上 江涛一倒下 刘兴武的棍子也跟过来了 俩人是棍棒交加呀 接二连三的落在江涛的胳膊上腿上 江涛呢用手去挡手上也挨了打了 后来他手上啊也肿得老高 这时候江涛求他爸爸爸爸别打我了我我不敢了 你看在我婆的面子上 你甭打我了 当地啊跟妈 叫婆 刘江涛的求饶呢 并没有阻止棍棒的落下 当刘兴武喊儿子爬起来的时候 江涛呢 已经起不来了 刘兴武啊 让那个中年汉子拎着江涛两条腿 把他倒着拖进了房间 怕他身上的血污把床上被子给弄脏了 刘兴武让儿子就倒在房间地板上 只给他身上搭了一条被子 接着他出门去借了一些云南白药 借了些纱布 回来之后呢 给儿子右腿流血的伤口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这时候啊 这汉子跟他要工钱了 可刘兴武只给了他五百块钱 哎不是说好了八百吗 这汉子不愿意了 可老刘啊也有自己的道理 啊八百块钱是让你自己一个人打的 可我也参与了呀 啊不是你一个人干的呀 五百不少了 这事啊毕竟不能张扬 汉子也没办法得了拿着钱跑吧 他走了之后 刘兴武呢把儿子抱到了床上 儿子受伤之后啊口渴 他又给儿子烧水 为他喝水 接下来呢 像平常一样下地干活 担水浇粪 可是这一下午啊 都心神不宁 下午六点等回到家 发现儿子江涛已经死了 哎呀 刘兴武的纱布 云南白药是跟五弟借的 当时呢 他跟五弟说了打儿子这事了 刘兴武在家排行老三 现在老四老五老六都跟他住的不远 老五两口子呢 都挺同情江涛的 虽然也知道这小子常常打他老父亲 可老五两口子呀死活也想不到 刘江涛会伤的那么重 甚至连命都丢了 等刘兴武再到老五家通报情况的时候 已经是26号下午了 一听江涛已经死了 老五两口子吓了一大跳 而刘兴武呢 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儿子埋了 就算了事了呗 老五这时候啊 赶紧跟刘兴武说 三哥 这事啊 得跟四哥商量商量 人命关天 怎么可能一买了事呢 这老四啊 跟刘兴武一样 年轻的时候呢 也当过兵 所以家里遇上什么事啊 都爱跟他商量 一听江涛让老三给打死了 老四当时脑袋就大了 哎呀 我说三哥呀 你这 你糊涂啊 你啊 你赶紧给派出所报案吧 老四呢 就拨通了110 把手机递给了刘兴武 二十六号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临同公安分局车站派出所教导员赵月浪 带着两个民警呢前去现场 当天晚上他们把尸体送到了殡仪馆 把刘兴武押到派出所审查 当天晚上分局就成立了 由刑侦大队和车站派出所共同组成的专案组 对此案开展侦破 关于打死儿子的经过 刘兴武是不是说的实话呢 民警啊 开始在村子里面进行走访 有三个老汉都说 呃 我们亲眼看见刘兴武啊 领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 从后门进了他家 呃 听见江涛的哭喊声了 呃 我呢 还悄悄的贴他家门缝往里看 没看见什么 刘兴武交代 那个汉子是他在老五市场上找来的 12月27号 民警呢 就到老五市场进行走访 果然就听一些人说起这事了 大伙还聊天呢 嘿 昨天有一老神经啊 来这儿雇人 去他家打他自己儿子去 这不有病吗 看来啊 刘兴武就是在市场上找的人 再问刘兴武 那个汉子是谁啊 刘兴武说我 我也不说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听他说过 呃 他家在行者接办白庙村 可民警到了这村子一打听 老乡们都一口咬定 我们村没这么个人呐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民警呢 又给刘兴武做了一番工作 刘兴武说了 那个人呐 曾经把我领到他租住的房子里去过 那房子呢 在城区东武队的一个行道里面 刘兴武就领着民警找到了那儿 那栋楼房啊是找到了 可是刘兴武呢 说不清楚是哪一层哪一间 挨家挨户的 一直走访到了晚上 民警才发现三楼一间房子里面的摆设 和刘兴武说的一模一样 一进门是一张床 旁边放一电磁炉 地上放着一盘鸡蛋 两颗白菜 这间房子里住的 是一个看上去啊 有那么一点呆呆捏捏的女人 跟他说话呢 是一问三不知 这时候啊 民警找到了房东 一查问 租房子的人名叫魏平刚 四十岁左右 是马俄接班 马家村马东族人 再问这人的长相 果然和刘兴武描述的一样 这魏平刚呢 只上过小学一二年级 算个半文盲吧 平时呢 就是以给别人打零工为生 但因为他干活的时候啊 爱偷懒 别人都是琢磨着 怎么把这活干的又好又快 多挣点工钱 他琢磨的是什么呀 哎呦我怎么偷点懒 少出点力气 多挣点钱呢 这不想下了心了吗 所以啊 如果不是实在缺人手 工头呢 一般都不愿意用的 也就因为这习性 刘兴武到劳务市场找人打儿子 别人都拿刘兴武当神经病 唯独这魏平刚啊 却当了真了 愿意去挣这个钱去 27号晚上 民警在东武队魏平刚住处 设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抓捕他 可是魏平刚呢 始终没回来 只是知了一个人呢 来探风声看看他媳妇在不在 民警呢就控制住了那个探风声的人 做通了他的工作 让他呢 给魏平刚打电话 报个平安 这边电话刚挂魏平刚女人的手机呀 就响了 原来呢 魏平刚让这个女人呢 把他衣裳和手机充电器拿到他娘家去 28号零点左右 民警坐出租车和那个女人呢 一块去他娘家了 却没见魏平刚来拿东西 他的手机也在盲区 呼叫不上 后来逮住他以后才知道 魏平刚啊 当时就躲在老丈人家的村口看动静 见出租车上下来的 除了他女人之外还有男的 他就知道 得 坏事了 赶紧撒腿就跑 魏平刚呢 是个手机不常开的人 这号人跑了上哪找他去呢 警察就分析 这个人有什么弱点呢 他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爱钱 临同领口啊 有个小包工头 用了魏平刚几天 欠了他二三百块钱的工钱 小包工头呢 平时在坝桥区 洪庆街道上的劳务市场活动 魏平刚会不会去那 找人要钱去了呢 民警于是就在洪庆街道 劳务市场那守株待兔 二十八号中午一点多 魏平刚果然去那了 其实自打二十五号 打了江涛以后 魏平刚啊也害怕 他本身的是个很懦弱的人 他只不过就为了挣那几百块钱 偶尔胆子大了一回 想到被打的人呢 可能会报复他 那个老汉呢 又知道他的住处 他呢就没敢再到他 租住的房间里边住过 天寒地冻的 这些天哪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躲在哪了 后来举他自己交代呀 这些天他晚上竟然躲在棺材里边过夜 邪口寒玉一带的山坡呢 要开发成旅游度假区 村民的坟地呀因此要搬迁 魏平刚呢跟着个小包工头去给人家签坟 晚上就睡到死人留下的空棺材里边 这个呀也给后来的提振工作带来了麻烦 为什么呢 那棺材里边啊 都是盛放过死人的 当地呢 当时火化管理的也不是特别严格 很多还是人死了之后 直接尸体往里一放 这些空棺材里呢 很多都沾着死人的腐肉啊 甚至尸体流出来的那种尸业都有 这些呢都沾到自己身上了 你说他胆子小吧 他敢住这个啊 后来法医呢 想从他身上提取姜涛的血迹 都提取不成了呀 那几天呢 西安夜间的气温都在零下六七度 山上就更冷了 魏平刚躲在棺材里边 这还不给冻死啊 啊 谁知道民警一问他他却说了 不冷不冷 那里头啊暖和着呢 逮住魏平刚他就开始装疯卖傻了 见着民警男的他就喊爷 女的他就喊婆 等警车回到分局 民警审了他十几分钟以后 他就老实了 如实交代了犯罪经过 不过爱钱如命的魏平刚还是留了一手 刚进来让他掏出口袋里的东西 他掏出了一部手机两包香烟和一百多块钱 说他就这么多钱了 民警起初呢 没敢告诉他人已经死了 只说是被打成重伤 在医院抢救 一听这话 魏平刚认为后果严重 从内衣的口袋里边又掏出来三千多块钱 说这个不不打伤了吗 给给给给给给他看病去吧 这笔钱呢 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一直是走哪带哪恨不得拴在肋骨上 后来知道他打的人已经死了 魏平刚啊把肠子都毁清了 刘行武啊后来在林同区看守所里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是老泪总行 他说我真是后悔啊 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也没了 这这真是报应啊 其实啊 老刘要做的不仅仅是后悔 他还应该自我进行反省 他是不疼儿子不爱儿子吗 不是他一直拿儿子当做掌上的珍宝啊 啊为了儿子甚至连老伴都不愿意找 那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人间惨剧呢 就出在他对江涛从小的教育方式上 包括现在为止很多的父母 依然是采用暴力的方式去教育孩子 平时不教育不引导 看见你哪做错了 我不高兴了 我上去就是一顿打 这种暴力教育之下呢 孩子很可能会走上两个极端 有一些孩子就会变得极度的封闭啊 极度的自卑极度的卑微 不愿意和人交流 不愿意有任何的社会交往 他会让自己活到尘埃里面 另外一个极端呢 他就会用暴力去对抗暴力 终将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大爹骂娘 无恶不作之人 教育啊不能不管不问 更不能飞打鸡马 要耐下心来给他更多的陪伴 给他更多的引导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